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人生 瞬间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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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岁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新花 千古江山如是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是如花 千古江山如是如花 千古江山神 万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是个 孔冥啊 你这是何意呀 幸而我主弄大度 否则 必知你谢主之罪 都走了好啊 空气为之一心 子敬啊 真正藐视吴侯的人不是我 是曹操 我自有破敌良策 但吴侯不问 我只能憋在心里 憋得我好不难受 孔冥 你再次坐着 我去去就来 主公 孔冥如我太甚 我不忍竹客 让他自行离去吧 孔冥 主公啊 我刚刚已经斥责过孔冥 可是 可是他说 我是曹操的百万雄兵 如地上的群蚁 只需举手之劳 群蚁皆成积分 主公啊 孔冥兄中 有破敌良策呀 对 难道孔冥刚才是故意击我 他口口声声劝我想 恰恰是担心我想 正是 走 且问他高论 明宫啊 曹军将士多出自北方 进入江汉之后 便水土不服 多生即换 曹军的战力需折去两三成 其次 曹军长途进军 披心带月 攻城拔战 其事已成强弩之末 战力又需折去两成 第三 曹军大胜之后都是骄兵 而新增的军队 多是京香兵用将士 他们愤恨曹操弑其旧主 毁其家园 强暴其欺拟 这些将士 人虽然俯首归曹 其心不服 如此算来 曹操一半是骄兵 一半是心怀不满的怨兵 战力又需折去两成 再其次 攻伐江东主要靠水战 天下水军首属江东 曹操在洞庭大造战船 但须知 战船是需要水军来降 曹操能在数月间建造出巨大战船 却不能在数月间训练出骁勇善战的水军将士 练水军比造战船困难多 而东吴的水军将士 个个都是身经板战 以静带动 此者曹军的战力再需折去两三成 宗上所记曹操号称的百万大军 民宫只可视作一成左右的战力 而且是含孝官之 一成者不过十万上下 孙刘两将的精兵猛将 战船水师合力破槽 那岂不是如鸡鸡粉啊 听君一言茅塞顿开 明日起 既召江东文武商议齐并 遵命 先生请 请 师叔 你这是 主公 师叔 你这是 主公啊 你中了孔明的奸计啊 曹操最恨的人 不是你 而是刘备 曹操是刘备 如心腹大患 如猛禽恶兽 因此他才在战表中 谁也不提 独提刘备 并要与主公 会列于江东 既是会列 何为猎物 又是刘备 刘备身陷绝境 严严待毙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我江东将士 来救他自己的灭顶大祸呀 主公如能救得成 倒也罢了 但事实上是救不成的 反倒把我们江东 也拖进灭顶之灾呀 听主公三思 权尔 母亲 这都二宫了 你怎么还不睡呀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这种时候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睡不着呢 你说得是 权尔 你忘了 你兄长的临终遗言吗 哪句遗言 内事不绝问张昭 外事不绝问周瑜 而字字永继绝不敢忘 那曹操来宫 是内事还是外事 外事 外事也是外患 那你何不招周瑜一绝 母亲 尔不用招他 尔料定 周公锦现在正在星夜兼程地赶回来 他到此后 就连他要对我说些什么 尔也大致知道 可儿所担心的 并不仅仅是湛与湘啊 那还有什么 分裂 我江东文武 如果一半主战 一半主降的话 那江东既不要分裂了吗 而如果想不出个法子 让江东文武同心同德的话 尔就不配做这个江东之主 有你这句话 我放心了 你父兄的在天之灵 也该放心了 好 我可以睡觉去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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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督 禀都督 张昭雇雍布置薛从四位先生拜法 这深夜回府 本不想惊动任何人 可他们还是来了 可听风茶 诺 链位前辈不必起身 周瑜恭听教诲 都督 可知道江东大祸临头了吗 在下刚刚回府 还依我所知 哦 曹操 拥兵百万 欲与主公会列于江东 我等 为大局计 劝主公归降曹操 以避江东水火 不料 卢子静 请来刘备的军师诸葛亮 挑拨主公占曹操以救他们自己的灭顶之灾 都督在江东可谓一言九鼎 明日主公必问都督的战和之策 因此我等 就连夜前来 让都督知道我等的主张 君等 也都是这个主张吗 都是 都是 诸位前辈 都是我江东的栋梁立柱 君等主降 更是为苍生子民所想 周瑜站着 好 列位请先回 明日我见主公自有定义 好 好 都督 都督请留告死了 先生慢走 慢走 请 报 禀 禀 禀都督 城溥黄盖 周太祖猫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快请他们进来 遵命 周瑜刚刚回府 未及远迎 大都督 列位将军请上座 来 请 走 都督 你可知道江东要改天换地 落进曹操之手了吗 还不止 我等随孙千将军举兵起家 三十年下来 大大小小数百战 才创下江东六郡 可如今 少主公却倾心那帮谋士之言 居然 要投降曹操 我等 是宁死不降 你是都督 明天 要极力劝说主公 举兵抗草 继不降草 几位将军 都与德谋将军同此主张吗 我江东 要断头将军 绝无降曹将军 绝无降曹将军 我等宁死不降 在下早就想与曹操一战 绝不投降 列位将军请回 明日我见主公 自有定义 好 请 请 大都督 都督留步 将军请慢走 有点儿 对 都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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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梵 都督了 先生们请上座 周瑜宫听教诲 请坐 都督啊 诸葛亮前来向主公游说 提议孙刘两家联手康曹 温武们对此也是争执不下 何况诸葛亮是我的胞弟 所以我也不便多说什么 此间难处还请都督见谅 这我理解 但是 先生如有话 在我这儿但说无妨 简而言之 祥者亦安 战则不保 列位 这也是这主张吗 我等皆是 我等皆是 明日同见主公自有定义 那好 我等告辞了 先生 慢走 都督 请 先生 慢走 都督 请 先生 慢走 都督 慢走 请 报 丁都督 吕蒙 甘宁 徐胜 丁凤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进来吧 遵命 大都督 大都督 说吧 末将本来不想来打扰大都督 但是听出那些先生纷纷跑来这里 末将也不得不为众将士表达一下心愿 说 当然是死战不祥 好 我知道了 明日会见主公自有定义 末将告退 末将告退 这不该来的都来了 该来的却没来 报 丁都督 参军鲁肃陪同诸葛亮 前来拜访 书房百茶 遵命 公斤啊 这是你的书房吗 是 那为何不见一卷书啊 我读完一卷烧一卷 全部读完则全部烧尽 因此书房无书 徒有私必 宫景此言 在下听来倍加清情 因为在下龙中草炉中 井井只比宫景多了一朵水 何数 黄历 要是没了他 我这山中野人会忘乎情悍 不知岁月 龚锦啊 曹操大军难犯 江东文武 战鹤相吃不下 主公只等你来 明日要一决于大唐 直说吧 你是何意 昔日曹操携天子已领诸侯 今日 曹操携天子已攻诸侯 而且越攻势力越大 现已拥军百万雄始天下 江东区区一御 断不能敌 我 苦思许久 决定请主公 归降曹操 孙氏姬业一律三势 岂可拱手送人呐 说到底 这江东到底是大汉的 六郡苍生无不是大汉子民 战端一开生灵涂炭 百年之后后人指谁耳玛呀 还不是我等吗 我不愿意他们跑我的祖坟 公警啊 我江东兵京梁族又有天欠险阁 如果奋力一战 曹操未必能胜啊 孔明为何冷笑 我不是孝都督 我是孝都督 我是孝都督不识实物 为何我就不识实物了 都督主张降曹 和情和理和时和道啊 听听 孔明都这么说了 子机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孔明啊 你为何出尔反尔啊 非我出尔反尔 实在是宫警一言 有如当头一棒 令我大梦出席 曹操极善勇兵 攻击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吕布 袁绍 刘表 加上我主公四人 堪称其敌 那三位诸侯已经死了 我主公啊 独目难知 只能亡命于天涯 为避免战事 在下有一计 江东既无需割地称臣 也无需献经纳贡 只需迟出一夜偏周 送两个人到许昌 曹操就会即刻罢兵 定然如此 只需两个人 是啊 江东少了这两个人 有如森林飘一夜 太苍少一宿而已 怎么样的两个人 两位绝世美女 怎么样的绝世美女 这些年来 曹操征战四方 攻城霸寨 而每下一周 都要把此周的绝世美女 助于其中 曹操最盼望得到的 就是江东 乔国老家中的二位女儿 大女名叫大乔 小女名叫小乔 据说大乔 据说大乔小乔都由薄牙书旗之才 倾国倾城之荣 我还听说 去遂曹操寿臣 他举久向天誓约 吾此生只有两个月 一愿扒平四海 一愿扒平四海 呈千古宫里 二愿得江东二桥 以伴晚年之乐 两愿族死而无憾 曹操你辱我太甚 宫顶为何发怒啊 想当年范怡为保月国平安 还把美女西施 供奉给夫差呢 终于帮着勾建一喜 三年为奴之耻 灭了吾国 区区二桥 你们有何舍不得呀 孔明啊 大乔是先祖宫孙策的夫人 小乔正是宫瑾之妻呀 这 在下断断不知 失口乱言 死罪死罪 不好 不好啊 你又怎么了 在下不敢言 断断不敢 冒犯了尚将军虎辈 在下 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说 我命你直说 既然将军有令 在下 就冒死直言了 曹操 他要是知道大乔是孙策夫人 小乔是将军娇妻 那他更要垂涨三尺了 为何 这曹操有意识 他历来 是少女为残花败了 而把别人家的妻子 看为是妙妇 比如 张继之妻邹氏 袁术之妾吾氏 袁绍儿媳甄夫人 吕布之妾貂蝉 都被曹操强占了 曹操这些丑事 和他的怪异癖好 天下人人皆知 将军 要小心啊 曹贼 我与你势不量力 不共战亲 我与你势不动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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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晶 子晶啊 我又犯什么错的 自从踏上江羹地面 我处处小心谨慎 步步如履薄病 说真的 我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合适 你呀 你是故作谨慎之状 暗中却要激怒攻击他 冤枉 子晶 你本是个厚道人哪 顾铭啊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大乔是孙策夫人 小乔是周瑜之妻吗 这个嘛 我当然知道了 足下用心不善哪 子敬啊 我们只知道曹操性情诡异 素来不爱少女 偏偏贪求喉门庙妇 这种怪诞的癖好 世人皆知对不 曹操后宫妻妾十二 其中就有十个 曾经是别人的妻妾呀 那你没必要 把宫颈弃成那个样子 谁让他不跟我说实话来着 其实宫颈心里 早就拿定了主意 必要与曹操一战 但他却口口声声 说什么归顺曹操 罢兵求和 这不是故意在戏弄你我 如果周宫颈能有紫敬兄这般的君子风范 句句都说大实话 我敬他还敬不过来呢 我岂敢激他呀 特别说大实话 他也不愿意怨 他也不愿意怨 这是这是这些 这是什么 我们的妻子 还不愿意怨 我冷静有什么 对 就说了 小桥 我终于此生有你 死而无憾 夫君 今日疫症 在大厅广众之下 你可千万别动怒啊 我不会动怒 但我要稍释江东之威 让诸葛俩刮目相看 去 收拾行装吧 夫人 都督昨天刚刚回府啊 没错 但他又要离去了 是 主公口谕 无上唐义证 曹操脱名汉象 实为汉贼 主公天将习才成父兄之大业 兵精良族雄聚江东武 独独缺乏者 只是天将时机 让主公挥师中原 取经香霸江汉成功名之大业 和角权 安民irs 可对 不要 作用 大人 没错 大人 爱 他们 有 弱 五方大患 一旦战事交主 西凉兵毕恭许昌 其二 北军部署水战 竟敢舍安马 扶周吉与我东吴争雄 此为舍长就短 其三 龙东银罕马吴稿草 人吴暖时攻击不济 其四 长驱中原之兵 远射江湖水土不服 多生其患 曹操犯此四季 必败无疑 周瑜只需率精兵数万 进军下口 半年之内 必然大破曹军 东赌说得好 我等愿遂都督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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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兽恭敬佑啊 今日起 我江东任何人 如有再敢言降草者 有如此案 朱宇为大都督 成谱为副都督 领命 鲁肃为参军校尉 率精兵五万进屯下口 迎战曹军 领命 任何人敢有抗命者 军案江东七禁令五十四寨实行 请大都督接见 周瑜领命 石数 尔 朱宫 四思大战 不论粮草均械 器物民服 都所需甚至消耗极大 我想任命你为总提调官 掌管江东大军所有后勤共挤 主公 你忘了 我 我曾经建议 你曾经建议降曹 但我明白 我江东文武 无论主战 主乡 都是出自一片中心 都是为了我江东的百年大业着想 师叔 我在 我江东六军四十五县 所有的赋税 钱粮 田母 子民 无一不在你肚子里壮着 我江东所有的官吏中 还有谁 能比你更善于理财治政 还有谁 能比你更熟知车马 周济民副的争调和钱粮的散据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江东的大管家了 如果没有你这三十多年来尽心的辅佐 我父兄不可能创下今天的这片基业 我江东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 师叔 师叔 万辈 恳请你再助我一次 辅佐周大都督 击败曹军 护佑江东大印 万辈 恳请你再助我一次 没劲 张召听命 张昭在 命你为东吴总体调官 掌管东吴大军所有共鸡保障 命雇佣 布置 薛从为副体调 协助张昭掌理 领命令 这是我父兄三代相传的江东福音 只此因行事便入我父兄行令 敢有违抗者 也按照江东七禁令五十四斩实行 承招命 承招命 张昭借阴 张昭领命 攻进呐 大都督啊 大都督啊 今日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的 哈哈哈哈 紫禁啊 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的吗 高兴 高兴啊 今天我家主公真是了不起啊 片言之间 就是得我江东文武上下一心 同心同德 并立抗朝啊 我主公自然是了不起 江东自然同心同德 但是 刘备孔明他们 会不会跟我们同心同德 都督此言何意啊 我知道孔明是你请来的 江东也是你最早提出 孙流联手合兵抗朝 对此我是极为赞同 但是战和大计决定之后 孙流联盟就要开始了 现在的关键是 联手联手 谁要联谁的手 拥兵抗朝 谁想用谁的兵 别急 我就一语挑明吧 那边是 孙流联盟 谁是联盟之主 都督说得对 在下一位 当以我江东为主 但孔明并不这么想 相反呢 他会这么想 如果江东圣了 他趁势去荆州立足 如果曹操胜了 他趁势夺我江东 子敬啊 我说的有无道理 都督所言 一针见血呀 孔明此人见识超群 日后必成我江东大患 我必须杀了他 以除后患 不可不可 万万不可呀 大战在即 岂能不杀敌而杀友 再说刘备的军队 是我江东的大铸 现在杀孔明 就等于自断毕网啊 督督万万不可呀 先生修经 既然你说杀不得 那就暂且不杀吧 龚锦虎 我 人虽可以不杀 但总不能坐视他成为后患 我义 请紫荆设法把他召入江东 为主公效命 谷锦虎 片下 我千万不不杀才是 哪儿 焉 快乐 又是参军效果 这也是本都督 拜托你的第一件重任 还请先生迎难而上 尽力欲成此事 我是断断说不动他的 不过 诸葛锦是孔明的包兄 如果请他劝说孔明来想 那或许可以是 也行 大梦放绝山川依旧 孤战长上几度春秋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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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英雄 誰是日的首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風流 不是紅也不是藥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失去也不是藥 往來在人間 與天地同生 與天地同生